感恩菩萨 感恩神父 我自己的业障 我自己悲 我是1957年属鸡 57年属鸡的是吧 对 我看一下啊 好 你讲吧 看什么 我是医生癌 你用不着讲的 我都看得出来了 有一段时间了 对 而且你的左腹下腹不但一线不好 脾胀也一直不好 你身上有一个瘦瘦的男孩子 瘦瘦的男孩子 你有没有钓过孩子啊 有啊 在你身上呢 还没有钓到走啊 瘦瘦的 要多少将手放进 六十五张 六十五张 好吧 你这个病我告诉你非常麻烦的 有一点扩散 对 医生说扩散到那个肝里面 听懂了吗 我懂 我告诉你 你现在几岁啊 六十一 六十一岁是吧 对 哎呀 你这个节真的很大 对 他本来五十九就把你带走了 哦 你因为念经啊 对对对 所以菩萨保佑你啊 哦 你要好好地 你现在许愿吃全素了没有啊 我已经吃了一年多钱素了 放生呢 放生也放了两三万条了 你就是买了这条命啊 哦 你现在不能生气啊 哦 我记得 你太生气啊 你现在家里有一个讨债鬼啊 就是你很恨他的 很不开心的 哦 你要放下了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嗯 再这么下去 你要当心点 我看你半年 哦 好吧 好 你自己要改了 哦 我记得 我记得 小房子一定要拼命地念啊 好 好吧 好 要到小江小房子 还有四百三十张 好 好吧 好 那想开一点的 命没了钱有什么用啊 对呀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跟你过去 你们家里啊 有人就是坟啊 坟被人家冻过有关系 哦 还有就是你过去有杀业 对 我父亲 父亲养过鱼 我先生也养过鱼 你先生养鱼 你不帮忙的啊 对呀 好了 你不是跟你养鱼一样啊 对对对 你养了鱼吗 就是被人家卖给人家杀掉呀 对呀 那不叫杀 屠宰场一样的 对 那你 我告诉你 你最后走的时候 就是会痛死的了 对 你现在自己好好地努力了 谢谢你 我告诉你啊 而且头发还会脱光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你的腰还不好 哦 小便也不好 泌尿系统不好 哦 关节也不好 对对对 听懂了吗 听懂听懂 家里要找磕头碗磕头的 哦 好吧 对对对 都要 功课怎么做 大悲咒呀 大悲咒49遍 心经27遍 礼佛念5遍 哦 我现在是 大悲咒49 心经49 礼佛7遍 多不多 可以可以 哦 再念点往生咒 每天 有有有 每天念59遍往生咒 哦 59遍 好吧 好 你要当心点啊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不能动坏脑筋的 哦 你再动坏脑筋 再去恨别人 你就走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现在护法神是在你附近 他是看着你的 哦 我知道 我记得 好吧 好 放上多少条鱼 还要放四千条 好 好吧 好 好了 家里面的佛台 佛台还可以啊 哦 有 家里有 家里都蛮有钱的嘛 房子都蛮好看的 佛台也是靠着窗户的 蛮漂亮的 蛮漂亮的 窗帘也蛮好看的 好看的 有菩萨去过吗 有菩萨去过吗 护法神 哦 菩萨没来过 有菩萨在 好吧 好好念经啊 心还不够沉啊 哦 好吧 嗯 好 你一个人吃素啊 家里有人吃荤吗 有 所以我看你们家里的气场还是不好啊 哦 尤其是你们家走进门左边那个地方 是不是厨房啊 没有 走进 左边是一个什么房间啊 左边是有一个房间跟一个洗手间和一个厅 你把门关起来啊 有啊 有关 非常不好 这个地方里面有灵性 晚上会有声音的 家里面有灵性要吃 要多少张小房子 49张 好吧 哦 你还有一个 你的妈妈也不知道是谁 一个老奶奶 那个眼睛这里眼骨 凸出来很厉害的 短头发 眼骨 凸出来 我奶奶跟我 我奶奶已经走了 我家婆 你家婆走了不啦 走了 走了是不是啦 嗯 我讲给你听这个样子 你看看是你奶奶还是你的家婆啊 我奶奶我不记得 我家婆记得 那眼眶很出来 鼻子不是太大 有点尖尖的 嘴巴不大 瘦型的脸 不是圆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给她念吧 多少张 这个在你的小房子里面的 拿出来65张给她念 就是400多张 那里拿出来49张 她很喜欢看你们家的门 你们家的门是不是经常绑啊绑啊 自己会想啊 反正是在家里面有动性的 嗯 好嘞 嗯 对 好了 我身上 我身上 除了那个 就是 其他没什么大灵性 我身上 身上 身上 你身上是不是啦 你身上这个灵性还不大 要弄你死了还不大 哦 好 好了 好好念啦 好 谢谢师父 感恩佛杀感恩师父 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